北京微博临风成都AG超完会 提前锁定SA组卡位赛名额 两队实力差距明显 总的来说张角BP令人质疑 AG选手的发挥也有些不尽人意 第一局比赛的BP阶段 北京微博拿了马盒 并且选了张良辅助来限制篮的入场 而AG这次又给笑影拿了法刺 想靠玩四季后打开局面 决定比赛走向 三分钟时 那泽夏侯敦在防御塔被破的情况下 顶着微博三人清兵送出一些 笑影上官瓦尔四季后 也并没有利用强势七位AG打出节奏 反而因为对内角色失误 葬送了几波节奏 初晨这把篮的发挥可以说很亮眼了 但队伍四人一波团战后 却迟迟逼不出来张良的大招 导致初晨很难有入场机会 最后入场虽然收割了两个残血 但依旧寡不敌众 北京微博拿下第一局比赛 第二局比赛的BP阶段 AG拿马可放给对面蒙田 选了关羽 却搭配了一手野盒 从经济分配上这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三局比赛的BP拿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张角来说 AG的BP却是有些难做 马合不行 胆功不行 桥里不行 选手英雄迟钱 有时候哪怕给选手拿了对线优势的英雄 也会有各种掉点